没时间读书,那就道听途说吧,汽车上,旅途中,休闲时,道听途说,属于你的汽车书房,随心点播,经典明天,有效利用无聊时间。 如何解开牧尘珠的秘密,所有的线索,都只将血液造定。 一行九人,进入青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,三百多年前,神秘消失的骨骼王国遗址,寻找骨骼银银。 卡拉米尔的龙顶冰川,独眼白狼王,率领狼群,守护着冰川下的秘密。 一座石窟中的城市,城中灯火通铭,而又死气沉沉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鬼吹灯之昆仑神宫》。 回到北京后,我和沙瑞阳分头行驶。 她负责去找设备,对县房的人头进行扫描和剥离。 分析十六枚玉环的工作,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。 这事儿看似简单,实则根本没有可以着手的地方。 这一两天之内,沙瑞阳那边就该有结果了,而我想努力也没个方向,只好整天坐等她的消息。 这天我正坐在院子里乘凉,大金牙风风火火的来找我,一进门见只有我一个人,便问胖子哪儿去了。 我说,她今天一早把皮鞋擦得正亮,可能是去跳大舞了。 这个时间当不当正不正的,你怎么有空过来,潘家园的生意不做了吗? 大金牙说, 哎呀,狐冽,这不是想找你商量商量这事儿吗? 今天一早刚开事儿,就来了一百多个雷子,二百多工商,反正全是穿制服的。 贱东西就抄啊,弟兄们,不得不撤到山里打游击了。 哎,这怎么回事儿啊,上上下下的关节,你们不都是打点好了吗? 哎呀,甭提了,这阵子来淘东西的洋人越来越多,胡爷你也清楚,咱们那些人摆在明面上淘腾的,有几样真货呀? 有某位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友人,让咱们那一哥们当洋装给点了,点给他的一破罐子。 说是当年宫里,给乾隆爷淹过御用咸菜的,回去之后人家一见定,满步是那么回事儿啊,严重伤害了这位国际友人对咱们友好的感情。 结果就闹大了,这不就,哎呀,我对大金牙说,咱们在那儿无照经营,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 不如找个好地点盘个店,也免得整天担惊受怕的。 哎呀,攀剑园打野餐主要是信息量大,给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大平台,谁也不指着在市面上能赚着钱,能在水底下呢暗流涌动啊。 我又问大金牙,瞎子怎么样,怎么自打回来就没见过他。 大金牙说,瞎子现在可不是一般的牛了,自称是臣团老祖转世,出门都有波罗奶滋接送,专给那些港客算命摸骨,指点迷津什么的,那些人还真他妈的就信家的。 我跟大金牙边喝茶边砍大山,不知不觉日已尽武,正商量着去哪搓饭,忽然想起一阵敲门声。 我心想,可能是施埃瑞阳回来的,打开院门却是个陌生人,来人由头粉面,语气极为客气,自称阿东,说是要找王凯璇王先生。 我说你不就是找那个胖子吗?没在家,晚上再来吧,说着就要关门。阿东却又说,找胡八一胡先生也行。 我不知来者何意,便先将他请进了院内。阿东说,他是受他老板委托,请我们过去谈谈古玩生意。 我最近没心思做生意,但大金牙一听主顾上门了,便窜着我过去谈一刀。 我一看大金牙正好随身带着几样玩意儿,反正闲来无事,便答应阿东跟他过去,见见他的老板。 阿东把车开来,载着我们过去了。 我心中不免有些奇怪,这个叫做阿东的人,他的老板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址的呢? 然而,问阿东那位老板是谁之类的问题,他则一律不说。 我心想,他妈肯定又是胖子在外边说的,不过去谈一道也没什么,没准还能扎点款。 阿东开车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幽静的四合院,我跟大金牙一看这院子,顿声谢意,这套宅子可真够讲明的。 走到屋内,见檀木架子上,陈列着许多古色古香的丸气。 我和大金牙也算是识货的人,四周一打量就知道,这儿的主人非同小可,屋里摆荡都是真东西。 阿东请我们落座,他到后边去请他老板出来,我请阿东一出去,便对大金牙说, 哎,金牙,瞅见没有?法郎采芙蓉,至极玉湖春平,苗金斧杀方胡,哎,斗采高士卑,这可都是宝贝啊,随便拿出来一样扔到潘家园,都能震倒一大片。 哎呀,跟这屋里的东西比起来,咱们带来的那几样东西,实在没脸往外拿呀。 是啊,哎,这对什么老板,看这气派不是一般人啊,为什么想跟咱们做生意呢? 咱们这点东西,人家肯定瞧不上眼啊。 说着话,我突然在屋中发现了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,连忙对大金牙说, 哎,金眼,中间摆的那件瓷器,你看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? 大金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,走到那瓷器尽前端详起来,那是一只肥大的瓷猫,两只猫眼圆征着,炯炯而有神采,但是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名谣出来的,做工手也属平平,似乎不太符合这屋内的格调。 瓷猫最显眼的,是他的胡须,不知为什么,这只瓷猫竟有十三根胡须,而且是可以插拔活动,做工最精细的部分都集中在此。 大金牙忽然想起了什么,扭头对我说,哎,胡爷,这是卑诗者家里供的那种啊,十三须花瓷猫嘛。 在湘西等地山区,自古有赶诗,卑诗两种营成,其中卑诗是类似于盗墓的勾当。 卑诗的人家都会供这样一只瓷猫,每次勾当之前都要烧一炷香,对十三须花瓷猫磕上几个头。 如果这期间,瓷猫的胡须掉落或折断,事业就绝对不能出门。 这是发生灾难的预兆,据说万事万灵,在民间传得神乎其尘。 现在卑诗的勾当早已经没人做了,我们曾在潘家园股玩市场见过一次这种东西。 在京津地区,从明清年间开始,也有外酒行的人拜瓷猫,那些小偷家里就都供着瓷猫。 不过,那些都是酒须,样式也不相同。 十三须只有湘西卑诗的人家里才有。 这种习俗,出自哪里,到今日今时,已不可考证了。 我一见这只十三须,立刻便想到,此间主人大概其祖上就是香气的巨刀,专干卑诗翻印子的勾当。 否则,咱们会如此扩序。 这时,一阵脚步声传来,我急忙对大金牙使个眼色,就当什么都没看见,静坐着等候。 请我们来谈生意的这位老板,是位香港人,五十岁出头,又矮又胖,自称明书。 一见到我就跟我大套近,说什么以前就跟我做过生意。 我绞尽脑汁也没想起来,以前跟他做过什么生意,后来还是明书说出来。 我才明白,原来我和胖子那第一单讹身李文双李弊的生意,是同天津一个开古玩店姓韩的少妇做的。 他就是明书包养的情妇。 我想不明白他怎么又找上我了,这里边说不定有什么问题, 还是少惹麻烦为啥,打算尽快的让他看完大金牙带的几样东西,然后大路朝天各走万边了。 于是对明书说, 老爷子,不知道您怎么这么抬举我们,大老远把我们给接过来。 我们最近手头上啊,还真是没什么太好的玩意儿,就随便带着这么几样。 您要是看得上眼儿呢,您就留着玩。 说完,让大金牙拿出几样小玩意儿,让他上眼。 大金牙见是港农,知道有扎钱的机会,立刻满脸堆笑,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瓷瓶,双手小心翼翼的捧着。 您上眼,这可是北宋龙泉窑的真东西。 明书一听此言,也吃了一惊。 哇,有没有搞错啊? 那可是国宝级的东西啊。 你就这样随随便便装在这个包包里吗? 大金牙知道,越是在大行家面前,就越是要说大话。 但是,要说得跟真的一样。 你把他给说懵了,他就会信你的话。 而开始怀疑他自己的眼力了。 大金牙对名书说, 您老是这还不知道呢吧? 您看我香了颗金牙是吗? 我们家祖上是大金国,四郎主金乌猪啊。 我就是他老人家正宗的十八代嫡孙啊。 这都是我们家祖宗从北宋道君皇帝手底搅货来的。 在黑龙江老家压了多少年箱子底了。 这不都让我给翻腾出来了吗? 明书却并没有上大,不理会大金牙,单和我讲。 哎呀,胡老弟啊,你们有没有真正的好东西啊? 如果你不缺钱的话,我可以用东西和你交换吗? 我在屋里的古文,你看上冰狗,你就尽管拿去好了。 我心想他这明摆着话里有话呀,请我们来是有地方使。 不过,我从云南带回来的东西都有大用,便是给我一座金山,我也不能出手啊。 既然这样,就别藏着掖着了。 于是把话挑明了,直接告诉明书,我们那儿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件龙泉窑,虽然是仿的,但是还能过得去眼。 愿意要呢就要,不愿意要呢,我们就拿回去。 到时候,你后悔了,我们可管不着。 明书笑了笑,拿起茶几上的一本相册,说是请我看看他在香港的收藏品。 我翻了没几页,越看越贵,但是心中已然明了,原来这位香港来的明书是想买一面能震湿的铜镜。 肯定是胖子在外边说走了嘴,这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到明书耳朵里了。 他以为那面古镜还在我们手上,并不知道其实还没在我手里误热乎就没了。 我问明书,您收藏这么多古代干尸做什么呀? 明书给我看的相册,里面全是各种棺木,棺盖一律敞开。 露出里面的干尸,年代风格皆不相同,有的一棺一尸,也有两尸侧卧相对,是共置一棺的夫妻。 更有数十具干尸集中在一口聚棺之中,外边都罩着有隔绝空气的透明柜子。 说是私人收藏,可更像是摆在展览馆里的展品。 我问明书,这些干尸是做什么呢? 有人收藏古董,但是真正的古董,想不到也有人要。 以前倒是听说过新疆的干尸能卖大价钱,但是收藏了这么多,还真是头回见,真是大开眼界了。 明书说,国外很多博物馆专门购买保存完好的古诗。 这些尸体是一种凝固着永恒死亡之美的文物,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。 明书对我说,爱家胡老弟呀,你既然看了我的藏品了,是否能让我看看你从云南搞到的真实古镇啊? 价钱吗?所以你开了? 或者我这里的古丸,你终于拿剑,拿去交换就可以了。 我心中安详,这位明书是个识货的人呢,也许他知道那面铜镜的来历也未可知。 不如套套词,先不告诉那面铜镜早就不复存在了。 于是问明书,这面铜镜的来历有什么讲头没有? 明书笑道,哎呀,胡老弟呀,还和我盘起道来了吗? 这面铜镜对你们没有什么用嘛,对我,却有大用啊。 世间辟邪机物,莫过于此了。 苏起来历啊,虽然还没有亲眼看到过, 但当时我一听古文行的几位朋友说起, 他心里就立刻想到了嘛, 一定是先秦以前的古物绝不会错了, 秦启皇就是法家。 这个你们应该是记得的对不对? 我只是记得,文革时有一阵子是, 披如凭法,好像提到过什么法家学术, 具体怎么回事完全搞得清楚, 只好不懂装懂得点了点头。 大金牙在旁说,哎呀, 这我们都知道, 百家争名时有这么一家, 是治国施政的理论, 哎,到汉代中期尊儒后就绝根啊。 明书继续说道, 哎呀,当着真人嘛, 不说假话啦, 那面能证实辟邪的古境啊, 就是法家的象征机物啊, 相传造于济阳山, 能造天地礼仪连起细为啊。 据记载呀, 当年黄河里有熬熄兴风度浪, 覆没存机呀, 秦王就命人将起境悬于河口, 并派兵看守, 急记秦汉更替, 这古境就落到了汉代诸侯王手中啊, 最后啊, 不计怎么又落到云南去了, 能装在青铜果城可寂西边的古境, 期间绝无地碍面了, 哎,你把它云给我, 我绝对不会让你弃亏了。 我听了个大概, 心里虽然觉得有些可惜, 但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, 价钱再合适, 那也和我手里没东西。 便对明叔直言相告, 我这儿啊, 压根就没有什么古境, 那都是胖子满嘴跑火车, 他在前门说的话, 您就得跑到八宝山厅去。 说完我就要起身告辞, 但是明叔似乎不太相信, 一再挽留, 只好留下来吃了顿饭。 明叔仍然以为我舍不得割爱, 便又取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, 放在我面前, 我一打眼就知道, 这可不是什么俗物啊, 看他这意思是想跟我打枪啊, 打枪是什么, 行话就是交换。 做我们这行的有规矩, 双方不过手, 如果想给别人看, 必须先放在桌子上, 等对方自己拿起来看, 而不能直接交到手里, 因为这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, 一旦掉在地上损坏了, 说不清是谁的责任。 明叔既然握在手里, 我便不好接过来, 只看了两眼, 虽然只有小指粗细的一截, 但绝对是件海价的行货, 在此物旁边, 便觉得外边的炎炎酷热, 全都荡然无存了。 大金牙最喜欢玉器, 看得赞不绝口, 哎呀, 古人羽, 玉在山而木润, 产于水而流芳啊, 这件玉凤丝小巧, 但一拿出来, 感觉整个房间都显得那么滋润, 真令我觉得背绝富爽啊, 敢问, 这是藏在哪位娘娘带的呀? 明叔得意地笑道, 还是金老弟有眼力啊, 冰高娘娘啊, 天宝一戏, 虽然意, 但其中也不乏真才喜料, 那里面说, 杨贵妃, 韩玉, 眼睛, 一截肺渴, 就是记得这块玉吗? 这个材料, 是用一块沉在海底千万年的古玉雕着, 玉性本润, 海水中沉浸之酒, 更增起良性, 能血热运道, 软煎解毒, 是无价即宝啊, 也是我最中意的一件东西了, 大金牙看的眼都直了, 哎呀, 自主凡家种, 见古诗如生, 其户口之内必定有大量美, 从粽子里掏出来的古语啊, 都价值连藤啊, 更何况这是贵妃娘娘日常含在口中的, 哎呀呀呀, 说着话就把脖子探过去, 伸出舌头想舔, 明书赶紧一锁手, 哎呀呀呀呀, 有没有搞错啊, 现在不可以啊, 换给你们后, 你愿意怎么舔就怎么舔, 你就是天天把它含在嘴里, 也没有问题的了, 明书见我不说话, 以为架马开的不够, 又取出一轴古话, 戴上手套, 展开来给我们观看, 又对我说, 只要你点个头, 那深海润玉, 加上这一卷古代的真迹, 洛霞七牛图, 就全是你的了, 我心想, 这明书好东西还真不少, 我先开开眼再说, 于是不置可否, 宁神去看那卷古话, 我们这伙人, 平日里虽然倒腾古玩, 但极少接触字画, 根本没见过什么真迹, 但这些年跟古物打交道, 对这种真东西有种直觉, 加上在古墓里也看过不少壁画, 一看之下便知道, 十有八九, 也是件货真价实的仙丹啊, 什么是仙丹, 仙丹就是极品啊, 整幅作品结构, 为两大块斜向切入, 近景以浓郁的树木为主, 一头老牛在树下啃草, 线条简洁流畅, 笔法神妙, 将那老牛温顺从容的神态勾勒得生动传神, 中景有一毛蛇位于林间, 远景则用淡墨表现出远山的山形木矮, 远中近层次衔接自然, 渲染的驱使眼影, 清烟薄雾, 宛如又曾轻沙遮盖, 使人一览之余, 产生了一种清深幽远, 空灵舒适的远离尘世之感。